一切法重新相思 世人常说一句话说的没错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理解 那就是心相思辰 这是佛家语 想善 相思辰 想悟 悟思辰 我们想我们住的这个地区 安定 和谐 风调与伸 一切灾难没有 能不能做到难 我们能做到 可是别人不是这么想啊 那怎么办 当代量子力学家发现 念力的能量 是无法估计的 真正不可思议 那我们地球上现在有70亿人 这些人想什么 可以说 绝大多数都是不善的 那地球很能救吗 当然是肯定的 能救 那只要有一些人 念头纯正 纯净 有多少人呢 空调教家告诉我们 总人口 百分之一的平方根 那么70亿人 百分之一的平方根呢 大概八千多人 和不到一万人 那地球上能够有这么多人 念头纯正 灾难就能活及 这就是中国人讲的 邪不神正 一个思想纯正的人 念头 亲近的人 他就能抵得 一百万 一千万 有这么大的能量 这个这种事情 佛经上讲得清楚 但是 我们学习佛经的人 会怀疑 因为 我们无法 想通 那今天我们 对了量子力学的报告 他们研究真有这种能量 我们对佛经上 所说的才不怀疑 那希望我们 佛弟子们发现 让我们 你 佛 佛 阿 祢 佛 阿 祢 佛